小姨 小姨 你是谁啊 我母亲没了 今早没的 快起 快起来 快起来 你母亲是谁啊 金顺梅 金顺梅 二姐没了 二姐 这一晃 四十多年过去了 依然是细雨绵绵 转眼间 我那唯一的一次 在雨中看见二姐的身影 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在得知二姐 金顺梅墨了的刹那间 我们金家十四个兄弟姐妹的种种故事 一下子都聚集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大姐 她是那么的有才华 那么精彩 可是相不服事 我老想跟人说说我大姐金顺锦的故事 我不说出来 就永远没人知道 连她那划过夜空的刹那灿那 也将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沉于黑暗之中 她走得太远了 太远了 这是我的父亲金载元 他曾到日本清英大学学经济 还顶着一个郑国将军的虚写 父亲有三房夫人 这是我父亲的原配附近 瓜尔家世 他总是带着一种 降跪余尊的尽头 我 这位是父亲的第二房太太张氏 虽然体弱多病 但是文采极佳 这是我的生母 是父亲的第三房太太 你 什么的 干活 松开了 老姑娘 奇雷ですね 你要干什么 打得好 快走 你 且慢 你的 走的 不行 放手 快走 我姑娘 厉害你不要 干什么你呀 走开 你的 那边的 开路 我的 我姑娘 新家新家地 你喝多了 回家去吧 把开 你的 让一下 打 打得好坏了 借你的故意去吧 老王 老王 来了 三少爷 这是 贝勒爷送的火腿 嫩嫩说吃不了 好 让歇一块儿 加上点口膜什么的 叫老四 给后边见上胡同 三号送你 请旧太太 旧姨太太做菜吃 好嘞 给我上来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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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又逃学了 可留神 三哥 您干吗呀 阿玛让您管家 不是 让您管大家 您说让您看着我几点放学不是 这老七子没回来 她没下学 她怎么没回来 三哥 麻烦大了 怎么了 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不是我 大姐 我没惹麻烦 这大姐整天学戏唱戏 她找谁了 我听说 北平警察署署长的儿子 要娶咱们大姐当太太 不许胡说八道 真的 谁不知道那警察署长是一土匪头子 进北平来给日本人当汉奸 咱清清白白的人家 怎么跟她扯一堆去 是 我说您不信不是 我当然不信 咱大姐这档子是 大姐怎么了 她经常在自己屋里吃饭啊 不来饭堂有什么奇怪的 三姐 您不知道 老舅做媒 要把大姐许的汉奸加钱 又编笑话是不是 胆不小编片在大姐身上了 我告诉阿玛 不打你啊 也得罚你写二百篇大铠 她没编 是老舅亲口告诉她的 谢谢 三姐来 大哥 若吧 你跟阿玛说 反正这事不能这么办 其实 也不见得 不见得像你们想的那样 让大姐嫁得是个大袋子 是有知识 有技术的 可那大大夫他爹是汉奸哪 别那么一口一个汉奸的将 有个汉奸亲戚有什么关系 反正咱们家是没当来的 咱阿玛 就是不给日本人做事 是 土大爷在满洲国当了皇上 请他多少回了 快去 再说 有个汉奸亲戚罩的 这是日本人 二狗子 哼是不敢总盯着咱们家 那是 没人盯着多好啊 免得你这国民党整天提心吊胆 你不是怕他吗 来 拿好了 拿着 比划比划就不怕了 来 曹他们瞄 太太 瞄他们 太太 布料都预备好了 您过过目 让 让他们好量尺寸 不等着听戏 等着穿着吗 咋的啊 你催命啊 我还没捞炕呢啊 你就忙着给我做装老衣裳咋的 太太 她 他们都是买卖人 没经过咱们家镇大镇这儿 您把那个 那个交给翠桓 要不我给您捧着 好让他们伺候您 那衣服不等着听戏呢吗 站一边去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站一边 您别生气 您不生气 您别生气 好啊 您赶躲是吧 回去 回去 快 回去 我也肥 快 把他跑掉 我瞧你那熊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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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子这胆 我把火山活去 活去 活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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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 枪 你怕啥 快 快 快 没事吧 行了 没事 你可算心 谢谢 谢谢少爷 谢谢 谢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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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可算心了 快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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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起来 妈 又下晕一个 咋的呀 你瞧那小的那熊鸭 都尿睡了 你老跟他们炙什么气呀 你咋昨儿又一宿没回来 我不是 值班吗 放屁 我就值得 你准是又跟那黄毛的史丹 湖天黑地的混呢 值班 你值啥班呢 你现在学会了骗你娘了 妈 人家叫史丹丽 德国人的名字 我不管她哪国的 一个大姑娘起个名字嘛 叫史丹 这为了孩子好养活 那小名相取得见点 可是一个姑娘 哪能起这么 史丹这么有名的呀 是 不该叫史丹 你呀 你呀 妈 您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 什么事 这不是吗 你不是跟金家大哥哥 定了亲了吗 这亲家爷是肘动肘动啊 我听说着老京城的人呐 爱听戏 我打算呐 莫非这会打枪的老太太 还念过《红楼梦》 听戏还得听家生子的戏班子 可我们不是家奴 五月二十这天 你们谁也不许跟我出门 这不让出门 不让出门我们也不唱戏 我们金家 汤汤汤的大老爷们 犯不着为你傻娘们逗乐是吧 放车 你说谁是傻娘们 你是说我吗 喂 娜娜 我可没说你 我哪能 我说的是那姓宋的 那 您想我们金家的爷们 为警察的娘们唱戏 这也忒丢饭了 我们唱戏 是冲着宋家吗 让你们唱戏 那是为了大哥哥 他一个当大姐的 过个生日 图的就是喜情热闹不是 他呀 是要出阁的人了 这也是在咱们家 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走出金家门 才不想听我这儿 也听不见 你们几个做兄弟 就不会替那大姐 听个词 帮听个高兴 出了阁 想想女王家 就会想起 你们几个兄弟呗 别打探 你们几个 就在这胡同口呆着 别到院子里去啊 你连个卫兵都不带啊 就这么水当尿裤的 搁这个胡同里头走过去啊 像个啥样 走吧 听我的 你不懂这个 我不懂你说的 我啥不懂啊 你带上啊 你也不想想 你那金家 看见这么多警察在这儿 是有点那啥呀 走吧 走吧 把刘 请进 危险危险 您请 来 走走走走走走走 行 唱啥 轩 三奶呀 焦盛景见过他的婆婆 打鼓上去就还唱戏 别别看戏 四点家找到褎嗦 这就是我们家大哥哥的 大哥哥 来 我看看 我操操 这个笋呢 多可人疼啊 苏长啊 你看这丫头啊 她是咋长的呀 那就像一朵啥玩意儿那的 那一朵三村的牡丹 亲家爷 你是咋把她生出来的呀 这就是月里嫦娥下烦了 可嫉妒死我了 来 我操操 喝茶 祝你了 您坐吧 我要去办戏了 哎呀 忙啥呀 你瞅瞅 准的呀 就像那仙女似的 你瞧我这话咋说 就是仙女嘛 我去办戏了 等等 等会儿 等会儿啊 来 把这个袋子送给你的 这可是好东西 不要 不要 袋成更漂亮 我去办戏了 来 哎 来来来 拿着 大哥哥 大哥哥 小迪呢 你没看见 去叫他 哎 给我打水 哎 我要洗手 好 我 我就把他姐 加上他姑小姨 姥姥一双灰 我都给拿个喽 说什么洗碗呢 我也听见 二哥 真的假的 你瞎编了吧 这哪是我能编得出来的 你们是没看见 当时那些老师的脸色 全变了 宋太太 您别客气 您点 您稀罕哪出就点哪出 让他爸办起 你不是点了吗 您点吧 您点啥我听啥 别客气 别客气 您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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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次 我看完了 是 那 那啥玩意儿 干脆 唱个诸葛亮吧 哈 对对对 对对对 唱詹葛亮 钟 这个诸葛亮啊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空城记 还往下呢 有这个斩马素 把马素那个小脑子呀 是 咔嚓一下子就 您说这是 施阶庭空城地斩马素 咋可惜我们没背下 您 您看这单点 哪出去都成了 啥玩意 咋叫没背下啊 就是行都没带 绝呢 绝也凑不齐 您等等 吓唬呀 没带子 没带子好办哪 我们车都在胡同口等着呢 你派个人去 回去瞅一趟不就行了吗 对对对 这么着吧 宋太太爱听诸葛亮的戏 就别那麻烦戏班子了 家里的孩子们就能演 让孩子们操一台时空展 不过呢 孩子们的戏呀 您听得可别太认真 就全能倒个乐子 嗯啊 女朋友们在这里 我看这些儿 你什么人都会干吗 我拿来 我给你 你千万不下 你了 我看见这些儿 我看见死了 我看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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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然你都没有哪 我看见你了 你如果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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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您别生气 刚才我给他们回了 这日子口哪能敞呢 谁点的 我问你呢 谁点的 难道是我那呢 哪儿呢 哪儿呢 太太那是杭家 她点的是大灯店 点下来了啊 多忙着点啊 多忙着点 大灯店好戏呀 薛贫贵称王王宝川 协谋大灯店 这没有白天 没有人不懂戏 我是问你 谁点的失控展 我帅哥来了 还没办戏呢 这磨蹭什么呢这儿啊 大姐 还没办戏呢 这是谁还没来伺候啊 我去叫啊 我去叫 快快快快 这老我呢 他 他这丑不勾脸 别人也不能化呀 就是啊 这还有这老七 没他的狐气哪儿成 是啊 还有 快请四哥哥 来呀 他的月琴 好不好 见着老我跟老七明 他们俩下了学 没去你那儿吃饭啊 哦 吃了吃了吃了 静儿 这么咽到这郭森仪 五少爷 七少爷 能来不伺候大哥哥吗 大哥哥 您看 我特地给您炖的 饼汤婴儿 您近一点啊 大姐 您先用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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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著說笑,就等著你發案 我這不是給他們講梗子嗎? 什么感觉 就说呀 那天我们不是到操场上都开会 我们学校 说有个大头要来 大头是谁呀一看 警察他们家 老头子站那儿一嘴土匪枪 大哥哥 他们也不是这么大地方的门呢 他们哪能静戏 哪知道什么意思言什么戏 你们别太生气了 气坏了自己知不到的 你忙去吧 今晚上不还摆席吗 这个真够经典的了啊 怎么着 弄完人他姐姐还不算 还有他小姨姑姑姥姥 这真是一串会 这 他们在笑什么呀 知道我不高兴 他们倒乐疯了 去去去去 去去去 算了算了 这 你还要紧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哎呀 天衣好良心 大哥 大哥 我 我 赤裴一下 我的后台照应一下 唱祝国亮的戏 没有我可不成 咱还有你老爷说 我是怕我们大哥哥了下这出戏 失陪 你这个姐夫也会唱戏 咋了 情好吧 亲姐们刚才点戏点可失控着 金家父子一块上走 咱看看去走 你那都是迟到的消息了 今儿改戏了 改戏了 好像是雨昭峰吧 孙公子 我是大哥哥同学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小姐贵姓 我姓李 我姓李 请允许 我用西方的方式向您表示致敬 孙公子 刚才您唱的那个是德文吧 我听不懂 您再给我说说吧 好啊 其实他那 你帮我坐这儿说吧 好 请坐 其实 这个歌词的意思啊 很简单 就是 各位 我们家大哥哥今天 背了一出 霉派的看家戏 宇宙风 本来呢 他是专攻成派的 今天破天荒 改唱霉派戏 现丑了 那你喜欢听京戏吗 你呢 我喜欢听你唱的日耳曼情歌 你听见个小动静啊 亲家呀 你是咋生出了这个大美人啊 话说回来 你是咋调调的啊 嗯 按东山手那嘎嘎的丫头呢 咋和他比呀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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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了大哥的戏啊 都含糊吧 你麻溜的 把那啥人一眼的事 给整清楚啊 都谁参加 他家都干啥的 他那小人小苦的 都给我变了他 你老说的是人员一眼的 那事还早开 那也得把名报上 那头名 也得让咱大哥哥得上 咱啥也不能落下 是不老头子 对对对 听见了没 听见了 听着呢说 你们上北海玩来着 还吃西餐了 你觉得他怎么样 就那样吧 没什么 要我说啊 既然对他没什么 就甭跟他再来往了 有意思的送他父亲 是日本人吗 他母亲 又是双腔土匪 你想想 他懂精细吗 他不懂精细 不过 他说他会喜欢 你打心眼里说 对他 有没有 那么一丁丁点爱的意思 他们就上了 就那样呗 不过 从于以前给我找的 看着稍微顺眼点就是了 要嫁也不能嫁到 汉奸家里去啊 你别拿这句话烦我 愿意在这儿待一会儿 就待一会儿 不愿意 就请走 我不愿意提他们家的事 咱阿玛 原来也是皇上封的郑国将军 现在溥仪 让日本人给封成了皇上 他也没凑到跟前 又去当什么郑国将军 日本人来了多少次劝他 他也没去日本人那儿谋事了 可这回的事 阿玛并没反对呀 那也不是阿玛张罗的呀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全是老旧张罗的 你完全可以不答应 又没人逼着你 人活着要为点鼓气 要我说啊 跟他们家结亲啊 不会有好事 我真的替你着急 真的啊 我的好大姐 这事啊 你可得稀思量 这大哥哥刚二十出头 就让他吃人生 那得上多大的火啊 也不怕折了他的岁数 这不就那份巴结吗 巴结巴结不到点子上 瞧他们那天点的戏码子 那算个什么东西 就是啊 你说那天大哥哥要真给撂了 他怎么下台呢 大哥哥不会给撂的 倒是那天如果不让他唱宇宙风 他就真成了心病了 这口闷气要是憋闷在心里 那还真能做出点病来 你早就知道 怎么没跟我说呢 也不是我早就知道 你说那过生日要唱时空展的吗 Thanks so much for it 三哥哥回来了 来 三哥 到了您了 三哥哥 苏莱 走呢 谢大爷 怎么我才回来 这饭得不凉了呀 你们燕京又出火把了吧 不知道 你少管我的事 有功夫啊 劝劝咱们的长辈们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 咱们都称王国奴了 还这么涂脂抹粉的歌舞升平 你别这么说啊 咱阿玛既没给日本人做事 又没去满洲做官 这就算已经狠 北平义庄的老师学生都走了 阿玛怎么不走啊 你也不想想 阿玛要是走了 谁养这个家 谁供你上燕京大学 光唱高调行 那依你说 不给日本人做事 就算清白了 爱国了 就可以没识没赏的歌舞升平 在家乐呵乐呵又有什么 真正的是 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江由昌厚听话 要我说 你就是不懂事 经常唱唱闹的 这正说明我们家对实事不关心 日本人也就不会在乎你 做缩头乌龟 就这么苟且活着 对谁都赔个笑脸 顶不喜欢的就是你了 明明你也不赞成唱戏 偏偏阿玛一说唱戏 你就自告奋勇 然后假装跑掉 唠个谁都不得罪 我问你 你唱流星歌曲怎么不跑掉 你倒观察得还挺仔细 也不是我观察的仔细 你以为阿玛看不出来啊 装甲有什么好下场 那要看需要 该装甲是就得装甲 咱们家要上日本人盯上了 第一个就得杀了你 杀了我 你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早就参加了国民党 你不去抗日 还有脸这么活着 你还赞成把大姐 嫁到汉奸家里去 有汉奸罩着你 省得日本人盯上你是吗 大姐你我可都是嫩嫩亲生 你连这点亲情都没有 你就顾自己个儿 你不许发我东西干吗 你放心 我不要你们 我不要你们 你怎么会有这个 哪儿弄来的 顺羽 你不合适干这个 我跟你说的是真心话 你会毁了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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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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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 您瞧 这 这是干什么呀 二娘啊 她盼了多少天了 她就爱听您唱的戏 可 可您瞧 今儿 今儿这是怎么玩说的呀 是我不给二娘好好过生日吗 瞧那老七 拉了多少年狐亲了 就看不出这个伴相来 倒叫厨子在那大喊大叫的 多寒吃人啊 也就是我的姐敢跟今儿这儿 要换母鸡 还换母活吃了 这话是怎么说呢 我惯谁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们这几个混打混闹的 哪个不是我的新奸子 我对谁都是一样的 你别以为你是省牛的灯 整天就在外头装风卖闪 我又说你什么了 得要出门子的人 还是小心 就这样架头破一下 只有吃亏受气的份 那么好联名能不能 谁敢给我闺女气收 我只要这一把火把她们家收了 反正天哪呢 老七啊 她也是一时蒙了不是 什么蒙了 您就甭给她褶了 王宝川穷是穷 可她不是寡妇 萧桂英虽然穿着素 那是瑜伽打扮 是个穷丫头 秦香莲虽然穷 可替姑婆还带着住校呢 老七啊也怪不容易的 你想啊 她又上学又画画又拉狐气 样样都不含糊 多聪明个人 您就该啊给她个面子 告诉她唱美初不就结了吗 就因为她聪明 那就是诚心 我就更不能唱了 不唱了 不光今儿不唱了 往后每个正经拉弦的 我就再不唱了 她咋那大的主意啊 想唱就唱 不想唱就拉倒了 皇上可倒了有些年了 老了配的凤凰不如计 她那不值几两银子的丫头 还敢这么牛 她也不是牛 她是没有合法的活气嘛 就像我们做手术一样 那递东西的 胡递八递的 她也做不好手术啊 这唱戏是一个理 没有好活气 没法唱 那照你这么说 就没法唱了 你毕了我向她说话 告诉你 她不唱了 咱家要她干啥玩意儿啊 找个能生会养的好媳妇有的是 要她不就因为她会唱啊 能给咱家做门面 妈 这署长家的门面还不够壮啊 您还壮什么门面呢 我算明白了 你肯定让她给迷住了 我可告诉你 你可别让她老耍小信拿住你啊 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 这老脸啥说你也得记着 你要让她给你拿住了 你小兔崽子将还酷死 我都不管 嗯 您老 您老不是也说 她甭管台上台下的 那那那小样 挺让人 那小鸭俊子有的是 那也不能因为小鸭俊 那就宠着 那起你脖子上 她脖子还会唱吗 照啊 她那直吟的地方 不就是因为她唱得好吗 要没了唱 那不是跟别的女人一样吗 这年头她家还有势力吗 要想攀制咱们家 她就不会请一个拉琴子来 这点钱她花不起啊 啊 我不信 也不是没请 金先生也去找过了 他不是没找合适的吗 您老是不知道 这大哥哥啊 他现在找到的是 温偶红给程燕秋新写的本子 谁都不熟 我不管他啥子 温红婆红的 这公公婆婆都一样 啊 可有一件事我跟你说头里 他要是好好唱 能把这头彩抓到手 啊 咱家就啥都不说了 他要光耍小信 咱家就可以另挑 我就没听说过 警察署长家 娶不上儿媳妇 可北平打听打听去 谁不知道他要给咱家当媳妇 他要是让我退了亲 我告诉你 他就别想再嫁人 我也跟他丢不起这人 我让他得包病死喽 咱另取 别动我 你二位啊签个字 对不起忘了 好 忙着呢 院长 刚送过来家属还没到 你跟我出去一下 那这儿离不开人啊 一会儿家属来了 那还得招呼一下 你们这儿不是两个人吗 老陈呢 他晚上才来接我的班 那这样 我来找人替你一下 你回去换完衣裳 拿上胡椒跟我出去等 成 开心 开心 来 来 清雅太太 这位是干嘛的呀这 他呀 他姓董 叫董格 是我们山晓他们医院的杂役 就干些个什么跑跑腿啊 送个信啊 有时候也给那些死鬼们 穿穿装老衣裳 找点坟地呀 什么杠房啥的 嗨 清雅太太 我们家呀 跑个腿送个信 买个铁蚕豆 我都没有人 再说了 即便是将来哪位姥姥 我们家可得是儿子辈子 亲自给穿装鬼衣裳 您这弄一杠房的这 老五 有一天哪 我们家事说呀 听她在太平街里头 拉胡去 说那拉得真好听 她那琴拉得呀 是有板有眼的 听着呀 还挺顺量的 我们山晓的呀 懂点的歪歪林 那歪歪林上 不是根弦吗 是根弦不是多吗 干什么你呀 见你这鬼是吧 这鬼是吧 也可以 他这个朋友 那里也是 这鬼是